现在我拿个狗笼过来了 现在就去抓小狗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凉峰 今天过来看一位小狗啊 这是农村 我们农村到处都是狗啊 啊 这是老房子 雅房 放鸡呀放鸭这样子的 小狗就在这里啊 给你几条呀 几条 四条好啊 四条黑的 还有几条斧斑了 卖我叫到这里来看 给我你 一块钱给你借了 我一 中了四条了 我一共是七条 嗯好的好的 这个阿姨说一共是七条小狗的啊 我进去看一下吧 啊 听老一败人员说七条小狗 都有一条狗熬 这里有三条狗 filos 四条黑胡 做个不是用咬什么是吗 听老一败人说七条小狗只有一条狗熬 有三条狗熬 这里有三条狗熬 四条黑狗wiek 一二 一只公子哪个 那只公子哪个 那只公子很硬 他没有扎过的 这只公子 公子 有一只公子 他说有一条很凶的 他说有一条很凶的 这只公子 一只公子 哦 走着啊看住啊插助 我看下舌头 啊 啊这个也是黑舌头的 看到没有 虎斑黑舌头的啊 这个是公子 哪个是公的 公子啊是公的这条序啊 这条弹度很大 这条是黑黑舌头的虎斑啊 另外坐下 那条也是金斧斑 全种的中华甜甜甜 黑鞋头的 这个火母的 这条也是母的 两条母的 一条公的 现在就把小狗拿回家了 另外这里还要两三条武器 让他长大一点 过来 现在就先把这些 全种的腐帮拿回家 好了 这期的视频 大家快点到这里 我们上期再见了 拜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凉峰 这里有一波全种的中华甜甜犬 现在再过来看一下 看看哪一条比较漂亮 现在慢慢靠过去 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 前面这条胆量是最大的 大家看一下其他的床起来了 就是这条 板量最大 这条应该是五黑吧 啊看到没有 鞋头是全黑色的这条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五黑 现在就仔细看清楚一点 这家主人 再一条来看看鞋 公的哪个这家 这个是母 看看谁 看鞋头看呀 这条是小母狗 发鞋头的 这条不算五黑 我们再看下其他的 这条是小公狗 我们先看下鞋头啊 黑鞋头但是有一点点发 大家看到没有 一点点 他说那么到底这种算不算五黑 如果严格一点来说的话 这种是不算的 这种算是发鞋头 他说另外还有一条铁包 鞋头包出来看啥 看看鞋头 铁包鞋就是 黑还有红色 这个是发鞋头的 现在这一条就是我们刚刚开头看到那一条了 这条也是最后一条了 大家看清楚一点了 看到没有 这条鞋头是穿黑鞋的啊 这种啊 才算是真正的五黑犬 这窝小狗之中啊 这条小狗品相是最好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窝小狗一共剩了五条 其中四条都不是五黑 真正的五黑只有一条啊 真正的五黑犬 他可以抗扎 最大的拖点 他还可以挣扎 所以平常我们是很少遇到的 也算比较稀有的品种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上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梁峰啊 今天来我朋友这里看一条很贵的五黑啊 啊 现在梁峰就带来一个老师傅 这个朋友养狗养了几十年了 专程来看一下这条母狗 看有没有大有小狗啊 因为这条母狗是新狗啊 应该有八个月左右 大家看一下这条大狗家的五黑犬啊 现在应该有五十多斤啊 啊 因为这条狗比较贵啊 要几万块钱啊 所以我将程叫一个老师傅过来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小狗 哈 看不看出来啊 但是没有人家是连连的 放下来跟他讲 这条牢 哪里有啊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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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天了 已经有 去到三十天了 第一个人有这么大 就肯定有的了 第一个人哪里 他去 没生过的 没生过的 新狗来的 先祖 你不哪里头这么大 肯定有的了 你 丁屎这么多的嘛 啊 有没有呢 有有有没有 有没有 啊 这个狗很听话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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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狗 就可以拿回家咯 这条狗几万块钱了 两方准备把它拿回家 大家给点意见啊 哎 性格也很好 啊 大家看一下 这条狗 差不多六十斤的 金城尾巴的 五黑母狗 啊 这个老师傅 刚才说 已经有 小狗了 梁峰就准备 把它拿回家 这条狗 一两万八 带有小狗了 能不能拿 啊 大家给点意见啊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上一集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梁峰 今天带粉丝到农村去损狗 现在就按粉丝的要求 帮他们损一条胆量又大 性格又好的小狗出来 这条母狗是传种的中华天然犬 是我男居的 这是狗的主人 这是小狗 把小狗包出来 开始挑损小狗了 现在小狗已经包出来了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两条小狗的品项啊 左边这条 这种叫葫芦头 这种长大以后也是比较威武巴士的啊 右边这条啊 品项是比较普通 长大以后也是比较普通的啊 现在我们就先看下小狗的性格啊 因为看小狗最重要就是爽性格 粉丝趁机挑损也是看上左边这一条 因为品项比较容易看出来啊 人家叫他扎他脖子看他叫不叫 这个不叫的啊 不就可以 就要掉额朵看看 你才额朵 掉起来 这个有一种叫啊 大家看上那个吧 提脖子 呃这个不就不叫啊 再提一下额朵看看 这个跳得更厉害的这个 嗯 再抬一下他再提一下额朵 这个怕疼的这个 刚才那个好一点 提下额巴提尾巴看看啊提尾巴就不叫 提尾巴都叫这个 应该是刚才那个第一个比较好 就选这个了这个比较好性格比较稳定 啊我的建议就是叫我的朋友选这 右边这一条啊 左边这条打量没那么好 性格没有那么稳定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放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凉峰啊 今天来到这个老师傅这里看狗啊 喂你好 有什么狗来说 好正式啊 五黑啊他说是五黑啊 五黑啊 叫他拿出来啊 叫他拿出来看看打量吧 看看鞋头 啊他鞋头先看看鞋头 这样也就行啊 啊 传黑鞋头啊 还有你看他 哦 这样几度都不叫了 拿这里的 这个打量很好 真的 性格比较稳定 这个有可能会转金钱尾巴 我叫他扎尾巴看他恢复的叫 看到没有 扎尾巴都回事 哦 哦这个老师傅啊 扎狗扎了很多年的了 啊这是这条的 哦他说怎么搞的他都不叫的这个 很不怕疼的这个性格很稳定的 老师傅说这是选取狗王的方法 一般不用这么严格 经过一番操作 一条胆量又大 性格又稳定的小狗就选出来了 杨凤就拿这个啊 这个胆量 性格都很好的啊 现在就把它装 在这个袋子里面 好了 现在把小狗拿回家 这次的视频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凉峰 今天有个朋友送了两条黑狗给我 现在看一下 啊到底是什么狗 看样子这两条小狗从出生到现在 大概是40多天左右 应该还不到50天吧 重量大概是6到7斤 现在就叫朋友先把小狗拿出来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狗 哦是武器狗啊这个是啊 他看一只 另外一个再看一下 所以应该是不是武器啊 其实成种的黑狗和武器狗 是很容易区分的啊 黑狗 它的舌头是发舌头 武器狗 它的舌头是纯黑色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发杂 大家看清楚一点了啊 现在把小狗的嘴巴搬开 看看舌头就知道了 看到没有 是纯黑色的一点发杂都没有了 这种就叫做武器狗 现在两条小狗的舌头都看清楚了 是纯黑色的啊 这两条都是五黑狗 五黑狗听老一位的人说啊 啊他可以正宅 可以看渣 又正宅神器即清 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欢迎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